各位大家好,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 不是说旧约中的有几段相关的章节是关于不许占星和不许占博和这个等等做这些跟形象有关的事情吗 我这样跟你解释啊 这个旧约圣经呢 整个圣经呢 一共是44位作者 66部启示录呢 是圣经的最后一部 旧约的名字呢 旧约的名字在犹太教中叫妥拉 犹太教就是完完全全以旧约为基础的 死守着旧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 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教从旧约中分离出来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基督教在产生的时候呢 被这个旧约 犹太教呢 还有呢 罗马帝国啊 这个官僚体系 这两种势力呢 是迫害基督和他的教会啊 直接定死耶稣基督的这个势力啊 就是基督教是爱的宗教 这个无论是对以旧约为基础的犹太教传统啊 尤其是法利赛人 尤其是法利赛人还是对罗马的多神教为统治的凯撒崇拜啊 因为很多罗马皇帝直接就是在死后把他们自己定为神嘛 而且就是迫害使徒约翰把使徒约翰啊流放到拔摩岛的皇帝呢 多米田啊 多米田呢 原来呢是想把使徒约翰呢 放到油锅里去榨一榨啊 结果呢 因为天使出手干预所以呢 以使徒约翰呢 就没有下油锅啊 然后呢 多米田呢 皇帝呢 看到杀使徒约翰也杀不了 没有办法呢 就把他流放到拔摩岛 就是在拔摩岛上呢 使徒约翰受到天象启示 看到异象啊 耶稣基督直接通过异象 向他宣告了末日的场景 于是呢 这就是使徒约翰写下启示录的原因啊 所以呢 旧约和新约中呢 是有一些不相同的啊 就是不相同的地方的 比如说是耶稣基督经常在安息日为人治病啊 这个犹太大公会就是以耶稣基督不守安息日为由 要处死他 所以呢 作为基督徒呢 我首先不认为我有义务完全遵守旧约里面的条条框框和戒律啊 比如说安息日我是不遵守的 我只接受这个主日崇拜啊 安息日就是像犹太人啊那样 呃不能生活不能吃东西啊 不能什么不能不能做这个不能做做那个 我星期六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啊 然后呢 呃呃这个如果旧约和新约没有矛盾的话 那犹太教和基督教起不就是一个宗教了吗 那犹太人也不用现在啊在积极筹备啊建这个以色列的第三圣殿 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救主还没有到来啊 他们必须要把这个圣殿建好了 他们的救主才会现身 如果犹太教和基督教没有矛盾的话 那也不存在这一些两千年的这种争执吗 对不对啊 在基督教存在的早期迫害基督教徒最惨烈的啊 一方面是罗马的罗马帝国啊 另一方面就是犹太人本身了 就是信奉完完全全死守旧约的那些犹太人是迫害基督徒最厉害的 所以呢我作为一个外邦的基督徒呢 我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啊 恪守旧约里面的所有的那些东西 包括这些割礼啊 我也不承认犹太人的祭司 我也不守安息日 我也不去用畜生啊 就是用畜生的血 什么小母牛啊 什么替罪羊啊去祭祀 因为在耶稣出生的那一刻 旧约的很多东西都已经过时了 新约是完全崭新的一页 而且 被救赎的人当中啊 基督的心腹当中 我想大多数绝大多数是外邦人 不是犹太人 所以呢 这个是我首先呢 要查明这一点啊 就是我对旧约中的很多章节是有看法的 比如说是用这个动物祭祀这件事情 我认为呢 这个呢是非常啊 这个都是古老的迦南地区的那一些陋席的一种延续啊 这个这个现在我们不是不深层的探究献祭这件事情啊 献祭这件事情 我会应一位兄弟的要求呢 以后会会单独再讲一张关于献祭 就是世界历史上啊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文化 各种各样不同的献祭的风俗和所谓的献祭背后的原因 这个献祭究竟是献给谁的 谁是他们的神 他们为什么要献祭 他们献祭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啊 这个我以后都要相相细细的来讲 我今天呢 主要是想啊 替自己呢 申辩啊 历史上大有擅长占星的基督徒 而且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占星师啊 像诺查达玛斯 John D 还有这个东正教 希腊正教的很多 就是直接辅佐帝王的都是基督教的占星师 就连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也有两位呢 是非常现成的例子啊 比如说呢 汤若旺啊 我的这个配图呢 就是一张1668年的手工上色版画 现在在美国的盖地中心收藏 这幅画的名字就叫汤若旺与星盘 汤若旺呢 是明清四大传教士之一啊 他是一个德国人 他名字叫 Johan Adam Schall von Bell 他是明清四大传教士之一啊 明清四大传教士是 意大利的传教士 明朝的利玛窦 清朝的汤若旺 南华人和朗世宁 德国传教士汤若旺呢 在华呢 传教四十余年 历经了明清两个朝代 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的啊 最重要的耶稣会士啊 耶稣会士我们现在也不展开啊 以后再讲天主教的各宗各派的时候 再展开讲 汤若旺在中国传教的同时呢 也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科技和技术啊 科学技术 这位神父呢 是中国科技史上一位啊 不可忽视的人物 1644年呢 是顺治的元年啊 这个时候小皇帝顺治呢 才六岁 摄政王多尔滚等人呢 是做主把大清的国都呢 从沈阳啊迁到了北京 同一年呢 在众目睽睽之下 来自德国的传教士汤若旺 凭着精确的日时预测啊 听清楚是日时预测 日月时一向是占星学中非常重要的啊 一个部分 汤若旺凭借着准确的日时预测呢 打败了中原大统立啊 和来自西域的回教力 成为那朝廷上下都敬仰都敬仰的那神人啊 众人将之啊 就是众人惊呼神人啊 天人 当局于是呢 就让汤若旺执掌清天剑 寓意发挥其特长呢 为刚立足中原不久的朝廷服务 汤若旺一开始呢 是推辞的 后来考虑到呢 担任清天剑负责人啊 有助于在华传教大业 于是就受命成为清朝 清天剑历史上的第一位 杨坚政 清天剑呢 是中国专制皇权体系中的一个官职啊 一个部门 就是相当于皇帝的御用战兴部门 像李淳峰 袁天刚都曾经做过清天剑 汤若旺呢 作为清朝皇家天文机构的啊 清天剑的第一位杨坚政呢 对这个机构的体制和人事呢 进行了根本上的西式改革 是大清王朝呢 做出重要决定的呢 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汤若旺任职后呢 大刀阔斧的改革了清天剑 以西洋新立法取代了中国的传统立法 与此同时呢 汤若旺维持了天文科和陋克科的格局和业务 压制和取消了回教科 天文科和陋克科是什么呢 就是传统的清天剑 分别负责呢 观看占卜啊 观天象占卜兄弟 阴阳学 风水学啊 等等 就是中华传统的 啊 这个天象占卜 这一块的工作 因为这一块呢 是自从这个战国时期啊 从鬼谷子时代 鬼谷子的那个阴阳学嘛 他的那个 对 他的那个叫什么纵横术啊 纵横术 鬼谷子的纵横术时代呢 就就有了极大的啊 就是受民间文化非常非常这个追捧的啊 这种这种阴阳术纵横学 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的汤若旺呢 就非常值得知道这一点 他知道呢 只有呢 把这个西洋立法西洋天文啊 跟中国传统的啊 天文科 漏科科 结合起来呢 啊 这个部门的工作才能呢 得以继续 因为呢 取消这两科呢 是吃力不讨好的 也不符合他的有一个传教的策略 就是联合儒教啊 联合儒教打压回教 因此呢 他他就保留了天文科和漏科科这两两科的工作人员和业务 事实上就是以传统中华文化的方式来进行占星啊 占卜阴阳 测阴阳测风水啊 就是这个 就保留下来了 比如说呢 就是在1645年天文科的王毅博士承报呢 3月24日啊 卫生时 天色忽变 黄气四色 日色浑浊天白 然后结论呢 占卜的结论就是天色突变是异常 西方有兵 西方 来清有兵战 还有一个记录呢 也很有意思就是当年11月的初四呢 天文科观察到呢 日生待气一道赤黄色 鲜明良久见散 占卜的结论呢 是一日晕且待 入主有德啊 也就是说这天的天象啊 对皇帝来说呢呢 是吉兆 汤若旺呢 就是把西方的星象啊 天文星象和中国的天文星象结合在一起 啊 来给 帝王和整个国家啊 就是往好的方向啊 就是发展啊 必须要做出这一方面的工作 作为呢 不部门的主管呢 汤若旺呢 不不仅要管好啊 主营业务 还要高度重视处理各种关系 特别是对外关系啊 最重要的呢 又是与中国的领导和同僚的关系 在这一方面呢 作为传教士呢 汤若旺 具有洞察人性的 这种先天的 优秀的 天赋 这也是他作为清天剑的负责人啊 对外争取资源 对内摆平各种 这个阴谋 坑线 提供保障 汤若旺神父呢 作为一个仁慈的改革者 在清天剑的改革呢 是卓有成效的 他的人慈主要来源于他这个神父和传教士的身份 一个神父的所作所为 那是直接影响到大众对主耶稣的教会的印象和看法的 所以神职人员必须要为人师表 当然了 最主要的是汤若旺神父呢 一直怀有 让主耶稣的福音早日传遍中国的热望 由于呢 传教和工作需要呢 汤若旺和许多朝中的大臣呢 都有深交 很多的大臣呢 甚至成为了汤若旺的粉丝 汤若旺上任之初呢 曾经发挥 曾经发生过一起风波啊 就是礼部和清天剑中的反对势力呢 试图把他弄走啊 把他赶走 就于是就诬告说 汤若旺不把真正的西洋立法指使啊 传授出来 也就是说汤若旺留了一手 同时还诬告呢 汤若旺对人有偏见啊 比如说是对回教比较打压啊 不适合做清天剑的负责人 其实天主教打压回教 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几百年了 又不是什么新鲜事 十字军东征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要从回教人的手里面夺回圣地嘛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呢 也是顺理成章的 也就是说天主教本身就和回教是势不两立的啊 本来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在这个新教宗啊 这个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新教宗要把所有的宗教合成一个啊 就是宇宙宗教啊 这个我是不认同的啊 因为呢 如果天主教和回教如果能够合一的话 那十字军东征 呃两百年 还有后来的啊 七百年的西班牙收复师弟运动 还有后来的呃 这个就是说这个啊 奥斯曼土耳其和欧洲的呃 整个的这些大战 那都算什么呢 那那都根本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嘛 对不对 这个历史是不是应该重写 所以呢 耶稣的仆人啊 和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呢 这个是不能够融合的啊 没有办法合一 然后呢 这件事情呢 就起了一些风波啊 就这个事情就捅到内阁 就有人参谈罗网 呃有人呢就上上折子 就是参谈 朝廷呢就指定了 由范文成亲自来审理 但是范文成呢 一直就很欣赏汤若旺 在多尔滚呢 进攻北京的时候呢 啊 保护汤若旺的教堂 也是范文成提议的啊 范文成审理后呢 想还给这个汤若旺一个清白 涉事礼部的高管呢 啊就是被判要登门赔罪给汤若旺啊 就是说 清天剑中所有的涉事人员呢 就是企图诬告汤若旺的涉事人员呢 就全部被革职 汤若旺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呢 将自己的信任的啊 人员呢 就补充到岗位 实现了呢 对清天剑的全面啊 就是 近大城 最大可能的就是 西式改革的这种有效的控制 顺治过后呢 就是两年啊 1664年的时候呢 敖拜那个时候是专权啊 当权啊 回教的官员呢 杨光鲜 以传播邪教 蛊惑人心啊 纸编200年 引设朝廷短命啊 为由 以及呢 皇子葬礼 皇子的葬礼择日不当 而造成董厄贵妃和顺治皇帝呢 相继 亡故为理由呢 弹劾汤若旺 于是呢 汤若旺呢 和其他的 几名官员呢 就是被判 免职处斩 清天剑的负责人呢 也由这个回教的官员 这个杨光鲜担任 这个就是当时著名的 康熙 丽玉 这个案子 幸运的呢 是神 随即就出手干预了 京城马上就连续发生地震 天空罕见的出现了会心 顺治皇帝的母亲 孝庄皇太后啊 就立即明白了 这个是神的警示 马上就进入此案 于是呢 汤若旺神父得以免死 但是呢 这位开创新式清天剑历史的老人呢 也就游进灯窟了 随即呢 就病逝了 在1666年的8月15日呢 就去世了 然后接替了汤若旺担任清天剑的呢 就是现今地属比利时王国河宇区的弗拉芒传教士南怀人啊 弗拉芒旺的弗拉芒旺的弗拉芒旺 他是出生于西属尼德兰地区 天主教耶稣会会士 这个人也是多才多艺 各门学科样样精通 擅长机械制造 擅长天象和立法 擅长制造兵器 而且是给清廷制造了清朝的第一批的大炮 此外呢 南怀人还当过翻译 还搞过测量 还教过数学 这个南怀人的技艺精湛啊 技术精湛是耶稣会中啊 数一数二的人物 1659年呢 年轻的南怀人神父 神父呢 先是被耶稣会派去陕西去传教 和这个李方熙神父呢 是共同的工作 后来呢 1660年呢 被调往北京呢 帮助年事已高 青天剑的监政湛若旺神父呢 从事立法和计算工作 1664年呢 由于杨光仙和四名府政大臣的发难诬告呢 使得湛若旺和其他的传教士 包括南怀人呢 通通下狱 受到迫害 湛若旺那个时候呢 已经瘫痪了 说话也困难 然后呢 浑身带着这个手铐脚镣呢 就是没有办法为自己来伸便 南怀人神父呢 寸步不离 不辞自身的艰险呢 为湛若旺神父 在森严的大地上呢 大亭上呢 竭力的辩护 伸便 当时呢 在京的这四位神父呢 都是手铐脚镣 在大狱里面呢 关了六个月之久 其中呢 南怀人神父呢 因为年轻嘛 年轻力壮嘛 所以他戴的镣铐呢 就更为沉重 比别人还要沉重 他们四位神父呢 几乎天天都被提神 然后再陪投入大狱 在这个狱中的六个多月期间呢 这四位神父呢 除了祈祷之外呢 还为前来探监的众多教友呢 传福音 鼓励他们坚守圣道 忍受磨难 并描述了基督教初期 诸多圣徒 受难 殉道的事迹 后来呢 就是因为校庄皇太后呢 她的干预 这些神父全部得到释放了 南怀人得到了皇帝的信任 这个时候呢 南怀人不失时机的 又谨慎的求皇上 让流放在广州的传教士们呢 能够回到内地 并且在全国呢 自由的传教 1675年呢 南怀人神父呢 这个时候南怀人仍然是青天剑啊 他一直在这个青天剑 也就是宫廷御用占星师的 这个位置上呢 一直做到了 就是离世 就是他去世 1675年呢 南怀人神父又作为 又做出了呢 为人称颂的伟大的业绩呢 当时呢 吴三桂叛乱 平熙王 吴三桂叛乱 而且呢 是打败了清军 因为吴三公的叛军呢 是盘踞着山区 没有大炮呢 是攻不下来的 南怀人当时就把汤若旺所住的炮火呢 修复啊 就是变成了清朝的第一批啊 那个火力雄尽的大炮 然后攻克了 吴三桂叛乱 除此之外呢 南怀人从事呢 很多其他有利于国际民生党大量的工程啊 比如是啊 开绝运河疏通河道啊 在从事繁重的科研工作的同时呢 他从来不忘记自己宣教的本职任务啊 注意啊 宣教才是本职任务 在朝廷做官也好 还是做种种啊 科研方面的工作也好 这个都是宣教的辅助啊 就像我现在一样啊 我讲天象也好 还是讲实证也好 那个都是宣教的辅助 我本身的职责是一个宣教士 南怀人神父呢 为人谦虚热忱 吉人所及 不宜于利 言于利己 是世间的荣誉如辟履 坚守神平 什么叫神平呢 就是安平守真绝对服从啊 这是一个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的三个原则啊 就是守真就是坚守啊 这个不禁不禁女色 不不和异性发生任何肉体的接触啊 包括是精神上的接触 安平就是满足于简单的物质生活 不追求任何物质上的享受啊 还有绝对服从就是绝对服从 当时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嘛 是绝对服从教廷的安排啊 然后呢 就是他 他革守修会的职责啊 是富贵 如浮云啊 因为他本身就是神父 他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 他来中国 这些天主教的神父来中国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让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啊 变成一个神的属弟 让中国人变成神的儿女 南淮人神父呢 一直怀着为主致命的期望啊 一直到最后呢 在这个剧烈的病痛中呢 安适于主的怀抱 享年六十五岁啊 神父去世之后呢 安葬在北京 皇帝呢 赐亦赐 赐给他这个嗜好 叫秦 敏 秦就是啊 秦 秦奋的秦 敏就是敏锐的敏啊 这个就是中国历史上啊 清朝现身说法的曾经担任过清天剑职务的基督教的传教士啊 天主教也是基督也是基督教大的这个范围的一种嘛 对不对 天主教一直到现在都是基督教的群体最大的一支啊 当然了天主教呢 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啊 就是说 这个中世纪呢 压迫啊 曾经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的罗马教会呢 这个在启示录的七教会里面呢 曾经描述过 但是呢 同时呢 在中世纪呢 天主教会呢 涌现了大批的圣人圣徒啊 很多的圣徒是神迹满满啊 就是能做各种各样的神迹 示现了啊 极大的示现了主的荣耀 也就是说在整个中世纪呢 是什么维持了人们对基督的信心 事实上就是靠中世纪大批的天主教的圣人 是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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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的